哈喽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说一下 学钢琴本身就是一件能成就自己的事情 因为它是需要一个自律 而且从你对你自己时间安排 包括说听觉上的训练肢体上的 还有说你的学习能力 都会得到一个很大的提升的这样一个专业 我们选择它呢 不是说所有人都能成为钢琴家 也许我们的目标也不一定是成为那种 就是世界级什么明星啊 我们也不一定要树立那种目标 但是我们既然选择了这个行业 我们就要尊重它热爱它 利用这个行业来打磨自己的人格 就是人格都是在工作中磨练的 就是你在道圣和夫说的 在干活之中磨练了干活人的人格 我们的人格就是通过这个练琴 不断的刻苦的训练 然后我们变得更自信突破一个又一个的难关 一次又一次我们懒就此 我们站起来练琴了 并且练得非常有趣 非常投入 我们战胜了自己一次又一次 这才是我们学习这门乐器的真正的一个态度吧 就是说你这样学的话 你是开心的 你是有笨头的 而不是说学生很丧的那种状态 我们的语言 我们训练